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摩布利阴影 它的演变成肺癌 一般是需要三年时间 所以我们临床观察 最少要观察三年时间 摩布利阶级 一般临床 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就是 有纯的摩布利阶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整个表现为云雾状 或者半透明状的摩杀玻璃一样的结节 没有实性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它的恶性程度都比较低 我们如果特别早期的话 有的人要手术的话 可能手术后的病例就是线流样的改变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叫我们 在我们临床称为肺癌的癌前病变 这个手术完了以后 五年生存率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它不是癌 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也不要紧张 那么还有一种摩布利阶级 摩布利阴影 就是说混合型的摩布利阴影 就是说它里面既有云雾状的阴影 又有实性结节 我们叫混合型的摩布利阴影 这个阴影 如果出现这种混合型阴影 我们临床上就要重死吧